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二 正如我方一遍所说的 现在网络任意发达 网络经济拥有巨大的潜能 现今大马的网络交易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通过实名制 网上交易将给予其与网民更可靠的交易 进而促进网络的经济 就拿中国淘宝来作为例子 淘宝网的买家需要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进行网上交易 这大大提升了对买家网后的核心度 也促进了淘宝网近年来盈利而急速增长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实名制 为网络经济带来巨大的效益 因此我方现实认为马来西亚应该实行网络实名制 谢谢 接下来各大参片 请进入步 请慢慢地变成台咨询 最近我们有两分钟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林芳显然没有跟上我们前面的讨论 没关系我们是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你方讲说实名制止之后 政府可以有一个约束网络手段 然后这个手段可以阻止他们减少假资讯的出现 对不对 你方就这样 是不是 我方只是觉得政府他只是管理 就是要去约束 乱讲话 他有一个约束网络手段 你方怎么 他是不是同时约束假资讯的同时 他也有能力 其实有能力可以去约束真正资讯 只要他想到 我先不管他什么想 他有更大的能力去约束真正资讯 现在我们政府的只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我们政府的 刚被我现在不谈医院 我们只谈 他约束其他 他约束所有这些能力都会上升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好 对我们没有 我们确认他约束能力会上升之后 我们来看 你方不承认 你方不承认他有约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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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不谈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 我们先来看 南韩实施之后 南韩其实也没有约束大家的音乐 还是你方觉得 南韩的政府想要约束大家的言论自由 我们政府不是想约束大家的言论自由 对不对 我现在在谈这样子 你方觉得南韩也没有想要约束大家的言论自由 没有 但最后也导致 就是SNS留言板的人数下降的嘛 对不对 我方知道都已下降 就是因为 当他能力上升的时候 即使他现在跟你讲他没有音乐的时候 我还是会感到很害怕 就是南韩那些他们 只是他不是要约束人民 不是要约束人民 我知道 但是他就会害怕 那的话你有一天 你有一天要追查我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怕他犯罪 那没有 可以让我问题吗 你让我问题吗 南韩人民之所以不敢讲话 是因为怕你有一天 你现在讲没有 但是你有一天会真的做 不是 就是因为他被人家心里有鬼 他怕你这样 他心里有鬼 四分之三的人心里都有鬼 他怕你这样 专贝尔你放出四分之三的人心里有鬼 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出去的 就是因为他们 专贝尔 我放 谢谢专贝尔 谢谢反弹一遍 最后 有请反弹他店的合论 时间为三分钟 就是将会给你开口快去后 我开始戒算 有请 问问在场各位 首先先针对对方所说假资讯的部分 我发告诉对方表情 他没什么大不了的 像在各种节目中 媒体各种论文 处处都是假资讯啊 反正在网络世界当中 能快速的衰弦 快速的更正 反而更能有利于使用者去接触 并且去接触更多的资讯 再者对方便有 民方不为马来西亚人民的言论自由着想 那也好歹为马来西亚政府想想好不好 假设真的像对方便有所说 今天马来西亚政府没有有言论控管的倾向 这表示说什么 马来西亚政府很想民主化 他们想说 但是如果 按照对方所说的 按时事实名制之后 将会让马国政府蒙兽又要专职了 又要走回以前 网络控管的污名了 怎么说呢 我方来举南韩这个例子 之前南韩 相对于其他国家 较为民主化的南韩 他们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后 他们在SNS上面留一百人数 硬是少了四分之三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纵使南韩没有言论控管的意图 但是人民鉴于 政府有那么强大的能力 他们能如此监控所有网络活动的能力 这样人民会心生畏惧 他们不敢发表言论了 所以不敢承担可能被抓的贡献 意思是对方便要 哪怕真的马西亚政府 没有言论自由的控管的倾向 人民会觉得说 政府又要走回极权了 又要走向民主的回头路了 好 退一步来说 事实上 我方在前面的质询答辩中 都很明显地说 传明马西亚政府有控管言论的倾向 实说如果真的像对方所中的那样的话 也不要实施网络实名制好不好 不要让政府背黑瓜在这儿 今天对方便会认为解决犯罪问题很重要 所以才要实施网络实名制 对方便会想想看 对方便会意思是什么 他指责各位 在场各位说 你们要对自己有话说出负责 你们又没有犯罪 你们干嘛要匿名 你们在怕什么 所以如果按照对方的意思 他们如果想要 要吓阻犯罪的行为效果更好的话 那何不去强迫每位马来西亚人民 带着那个电子窃听器呢 这样效果会更好啊 按照对方 我已经探定会告诉大家说 你干嘛抵抗不要带电子窃听器 你又不是犯罪 你又不是犯罪者 因此 各位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很荒谬呢 是因为说我又没有犯罪 凭什么政府可以事前限制我的权利 凭什么可以推定 我就是 一个事前可能会 事后可能会犯罪的人呢 说传染间 这方可能的恰恰就是 把每个人看得潜在的犯罪因子 是如借由使命之来限制 每个人民自由 行使自己个人资讯的权利 在事前预防犯罪的发生 但是这很明显就犯了 威士行判的错误 不要不要再为了解决犯罪问题 而事前限制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而且并不是说我方不去处理犯罪问题 而是说政府应当在事后 有实际避害出现 例如诽谤 例如公然武功 真的实际避害出现之后 政府才得以去事后去限制他 好 谢谢各位 谢谢方法三遍 请您留步 请自房二边常常咨询 我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 六哥朋友你好 老师 六哥朋友 你告诉我们说 马来西亚政府的网络声明之后 这个互联网可能会失去他的新闻自由 对吗 新闻自由 对 没错 因为女方怕 答案是实验 好 那说对方没有 既然网上那么多谣言 那请问我们要如何 在谣言之中分辨出那些真正的新闻呢 对 女方都分辨出了 那女方既然都分辨不出来了 所以对方没有人分辨不出来 所以对方没有人分辨不出来 所以对方没有人就选择 选择 可能是假的 所谓的新闻自由 所以对方没有人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下降了四分之三 对 好 可是女朋友如果 就是 网络声明之 对 照这一个六的逻辑 就是网络声明之 实行不过这个 副作用还是效果 对不对 什么是副作用 就是效果 就是实行这个 网络声明之不过 这个轮台下降四分之三 这是它的一个 后果 对 对 有沒有 因為人民新收位置 這個不是強大的人 如果這個下降有四分之三的話 四分之三就是害怕說要開始試飾 可是對不對你知道嗎 南韓在開始實驗之後 身分證、銀行這種種種實名制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也是不實驗 可是不過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說是否證明說他們的實現 沒有沒錯 這是必須要有嗎 可是你一方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只有很多知道嗎 下政府就意圖控管也要緊張 所以你一方如果保持他們 不會用實現這種東西來控制 這段話要告訴我們說 馬來西亞有能力去控制人的自由 讓他們實現之馬 所以人力就不敢發生了對不對 人力過去的暗力 代表人的新收位置 他怎麼那麼大強大的能力 謝謝這段話 謝謝這段話 在進入短冰箱接的自由變入以前 現在將這兩分鐘的教練 變成第一時間 有請雙方教練 繼續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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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